嘿,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音乐老师,康老师 那我们今天来到了发声练习的第37讲 今天的主题是,如果没有乐器,那我们又该怎么样去练声呢? 可能是针对很大部分人会有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针对这个主题一起来学习一下 今天围绕的是有两个主题 第一个,就是没有任何伴奏,没有任何琴的情况下 这是第一种,该怎么去练习 那么第二种呢,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办法可以想一下 那除了没有器乐,那是不是用其他可以代替呢? 好,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去学习一下 那么先说第一个,如果是没有任何器乐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实际的去练习呢? 我这里有四小点,而第一小点呢,就可以打嘟 你看,打嘟它不用任何的器乐,或者说任何melody 就是一个抛线一样,你打这个嘟 那打这个嘟呢,它是可以练你的嘴唇的放松 还有包括你的气息 包括你的高音的位置,你看 它的高低,你都可以这样去练习它的位置 好,这是一个 那么你,如果有些歌曲你熟悉 你也想练这个歌,那你通过这打嘟 那你练嘟的时候,你这个气息就很革 我们的气息力量就越来越好 好,这是一个 第二个小点呢,就练一 就是金句 像金句里面那个练一一样 你看,你练的时候呢,为什么要练一? 练一的时候它是练你的头枪的集中 基本上是绕过这嗓子,直接进我们的头枪 所以这个呢,帮助你建立你的通道 建立你的这个头枪音,就很容易去获得 那第三个小点呢,就是我们的哼鸣 就是你可以用一个音符就可以 你看这个振动是不是够大 振动越多,振动越大 然后你感受到这一块地方 哼鸣,因为哼鸣你摸这个地方 哼鸣它也很大 从这 它面照呢,也是非常有共鸣,共振 所以你通过这里呢,也是纠缠五 没有任何伴奏,没有任何乐器 那你这样练的时候也是可以很好练到你的这个 共鸣,啊,泛音出来 那这是第三个小点 那么再说到呢,可以有第四个小点 就是专门为练你的气息,控制 你看练 那这个练这个丝呢,就是提前的时候 你吸气的时候,你看 我们说就像躺在床上,深呼吸 那你就好好操练这个控制气息 那这个气息控制呢 你不要忽大忽小 就是一个平缓的直前的 那你经常练的时候呢 你这块横个膜 那你横个膜这个力量 会感受到,哎,控制的越来越好 控制的越,或者说你更加强的去控制 或者更弱,声音更平缓的 就是你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力量 尽量让它呢,能够撕得越久 就越好 好,这是一个在没有 在没有任何乐器 或者是一个轻声的练习的时候 我相信还有其他的一些 那么,大小伙伴们 你看到这里是如果 我说的还不够全的,你可以帮我补充一下 好,那再说到第二个小点 那没有乐器 那我们可以想一下办法 比如说 我这个YouTube里面呢 也有 就录了专门是录 这个发声练习的一些 就是音 你跟着去练习的 那这个通过这个录音软件里面 或者录音 那跟着它一起走 这样也是可以 那还有呢 就是在没有这些时候 我们可以自己定个音准 那我记得我以前上 艺术学校 就没上大学 在那个艺术高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 因为钢琴 就是大家去学习不够 不够多 所以那时候 我就是自己找一个舞蹈房 自己去练声 那练声的时候呢 我会用个半音半音的这样去练习 比如说呢 就是你可以自己一点点半个音 然后再以那个音为基准 再上去 然后再以半个音 再上去 那这样练呢 因为在你没有琴 又没有其他的伴奏情况下 你可以这样半音 半音 半音 定音高这样 往上走 好 这样也是可以的 那第一点就是 在没有伴奏情况下 就是那个四小点 那么还有就是 如果你可以 比如说你自己可以定音高 比如你边开车 边练那个音 一点点 就是你 你就本能当初 再提高一点音 提高一点音 提高一点音 还帮你自己录一些 如果你有琴的时候 你可以把录下来 伴奏 然后自己去弹 自己 弹下来之后 录进去 或者找老师 弹好 你再录一遍 然后你跟着里面去唱 那这样练习也是非常有效果的 好的 那今天我分享的就是在 就是这个主题 如果没有契约 如果没有契约情况下 那你该怎么去进行 该怎么去 帮助你持续的去 练声 这是一个 很中恶的问题 好 今天的学习就 仅供大家一同去参考 一同去 学习 好的 那今天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的这个教学视频 欢迎您 点赞及分享 那如果您还没关注我的频道呢 也欢迎您 关注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 接下来的精彩的内容 我期待 下一次我们再见面 好 拜拜